亚马逊在新商业时代对于全球化创新的一些见解和一些案例 首先我想引用我们的创始人贝索斯 最近给我们股东信里面的一句话 作为我的演讲的开始 继续自立于成为全球最一客户为中心的公司 在未来的挑战和记忆中找到前进的动力 我们可以做得更好 今天永远是第一天 这句话其实代表了亚马逊二十多年来不断的努力 不断的不变的理念 我们希望永远把客户当作第一位 我们也希望永远拥有今天就是第一天的心态 而基于这些 我们通过二十多年的不斜的努力 从1994年在被所失的车库里面的一个小公司 已经演变成今天在群球 全球比较知名的互联网科技公司 我们也非常的高兴的看到 在2017年 全球的财富500强里面排名得到了26 而上周刚在美国公布的全美 我们也第一次进入了前十排名第八 我们的足迹遍布全球 在14个国家由我们独立的运营网站 在全球拥有140多个运营中心 可跨国配送到180多个国家和地区 为全球的客户提供了优质的产品和服务 从2011年开始到现在 我们全球范围内 有仅在配送网络 还有运输的能力 还有技术的基础设施的层面的投资 也已超出了1500亿美元 那我们也是从 不仅是从一个电商的一个企业 业务从最初的网上的零售 已经扩散到数字的出版 智能的设备 云服务等诸多的领域 并推动了行业的颠覆性的创新 为此我们也非常高兴 得到了业界上面的一些认可 2017年 我们被美国的商业杂志快公司 评为全球最具创新力的公司 而在财富杂志的全球 最受赞赏公司的排行榜上 也连续前列三名 前三名 那么创新一直是亚马逊的基因 也是我们在全球 20年发展和成功的基石 这些创新 无论是在技术的领域 还是商业的领域 都在引领着行业的变革 改变着我们的生活 让我们一起来看一段视频 请看大屏幕 请不吝点赞 订阅 订阅 转发 打赏支持明镜与点点栏目 请不吝点赞 订阅 订阅 转发 打赏支持明镜与点栏目 那么接下来我跟大家分享四个案例 首先Amazon Go 这是2016年我们在全球首推的一个革命性的一个线下的实体店 那么大家都知道线下的实体店一个最大的用户痛点 就是买了一大堆东西之后还有排队买单 所以Amazon Go就解决了这个痛点 汲取了一大堆的黑科技 包括用计算机的视觉 传感器的融合 以及深度的一个学习的技术 直接的跳过了人工收银的这个结账的环节 打造了消费者无需排队结账 记拿记走的这个极致的购物体验 而这不仅是一个概念 我们今年的一月份 Amazon Go已经正式的对公众开放 作为全球一个独一无二的新科技和商业模式 Amazon Go也引领着全球零售业的进入一个智能购物的一个新时代 接着Alexa 语音的识别 我相信是人机互动的一个最自然的一个方式 那么Amazon的Alexa智能语音助手 无疑是这个行业里面的领跑者 搭载了Alexa语音识别技术的Echo系列的设备 在全球也深受消费者的喜爱 就在2017年 Echo设备的销量已经达到数千万台 而Alexa在全球也拥有上万家的合作伙伴 不仅为全球的开发者提供了一个实现梦想的空间 还成为了全球智能设备领域的制造商的战略发力点 Alexa现在已经可以提供超过三万项的功能 应用功能 覆盖了智能家居 汽车 计算机 移动设备 玩具 等多个行业 而且它每时每刻都在自我优化 都在学习 提升它的性能 通过语音控制 Alexa可以支持查询天气 播放音乐 支持语音购物 Uber打车 语音支付 智能家具控制 等多功能 覆盖了我们生活的方方面面 第三个案例 作为一个电商平台 离不开在物流上面的提升 那亚马逊最早在全球开启了智能物流的变革 其中最具代表性的两大革命性的决策 就是我们的智能仓储和无人机配送 在智能仓储方面 我们早在1998年就开始了自动化的应用 到今天 基于云技术 大数据而建立的智能物流系统 已经发展到第八代 智能的技术全面的支持 从仓储到最后一公里配送的整个链条 而2012年我们收购了Kiva的机器人公司 率先将机器人的应用 应用于仓储的减货 已在全球部署了超过10万台的Kiva机器人 那么中国消费者的跨境订单 也都是用这些机器人来分解发货的 无人机送货是又一大创新 我们在2016年的12月份 在英国进行了无人机的首次试飞 从下单到送达 仅用了13分钟 亚马逊的Prime Air无人机 采用了先进的传感器技术 它可以智能地来探测到空中和地面的障碍物 自动地避站 亚马逊已经有十多种无人机的测试机型 同时呢 全球的无人机技术团队 也聚集了许多的优秀技术人才 其中包括前NASA的宇航员 他们正在不断地推进无人机的升级换代 最后分享的一个案例是我们的云服务 AWS是亚马逊开启的另外一项重大变革 它掀起了全球云计算领域的革命 我们与全球大量的合作伙伴一起 搭建以AWS技术为核心的本地化的云生态体系 以先进的云技术 助力全球的软件开发人员和企业 实现创新并快速地扩大他们的规模 如今亚马逊云已经成长为200亿美元的 海量规模业务 在全球我们拥有来自于金融 互联网 零售 游戏等数千家企业级的客户 其中也包括很多的中国企业 包括小米 Obo 360 爱奇艺 莫及天气等等 通过All-in AWS的项目 中国的企业也可以成功地开展他们的全球业务 并获取了数亿的客户 此外 AWS在全球也持续地加速创新 尤其是在机器学习 人工智能 互联网 和无服务器计算等的新兴领域 以上跟大家分享的都是我们一些代表性的在全球上的创新 那么在中国也一样 我们不断地努力地探索创新 希望可以利用我们全球的优势 资源 在中国能积极推动 不管是在业务模式 技术 还是人才方面的本地化的创新 从而打造我们在这市场里面的一个独特的一个地位 首先 从业务模式创新开始说 我们在电商的业务领域 明确了我们的策略 就是一进一出的双引擎为核心的跨境战略 在2014年年底 我们推出了全球的首个海外购站点 也就是说 中国的消费者可以通过亚马逊中国的网站 直接连接到了美国 英国 德国 日本的 非常受欢迎的一些海外购的网站 让中国的消费者 可以直接的接触到现在超过2万多的品牌 2000多万的选品 而同时是跟其他的国家的消费者 一样享受海量的原砖赠品 除此之外 我们在2016年 也把亚马逊有史以来最成功的一个项目 Prime的会养 复制到中国 而这不是一个简简单单的复制 而是为我们中国的消费者 连身定制的一个服务 也是在亚马逊的全球首个 也是行业唯一支持跨境电单 全年无限次免费配送的一个会员服务 我们也非常高兴地看到 自从Prime会员的推出之后 深受中国消费者的喜爱 来自于 现在我们的Prime会员 来自于全国300多数个城市和地区 而也看得到 相比非会员 Prime会员在亚马逊海外购上的支出 基本上翻番甚至更多 充分地激发了 人们对跨境购物的一些欲望 而今年的4月 我们也继续地进一步升级了 Prime的会员权益 推出了Prime Reading 也使得非常喜爱阅读的朋友们 能通过Prime的会员服务 免费畅读到在Kindle上面 最受欢迎的电子书 那么海外购和 Prime会员的服务是为中国消费者 带来了一种更便捷 安全 可信赖 创新的跨境网购模式 同时 中国也成为了亚马逊 在全球跨境电商的一些试点 我们把很多的想法 在中国先落地 成功之后 再覆盖到其他的市场 比如印度 英国 巴西 等等多个国家 在出口方面 我们亚马逊的全球开店 也成功地帮助了 数以万计的中国企业 走出去 面向全球 拥抱我们 亚马逊平台上 上面的300多亿的用户 我们的卖家 可以轻松地通过亚马逊 登陆我们10大海外站点 然后能接触到3亿的 不好意思 刚刚应该说的是3亿 3亿的亚马逊的活跃用户 付费用户 还有100万的企业和机构的买家 那么在2017年 包括中小企业卖家在内的亚马逊的 第三方卖家的销量 也首次突破了亚马逊全球站点的总销量的50% 中国的卖家在这之间扮演了一个非常重要的角色 在跨境电商的领域 我们是希望充分地发挥 亚马逊全球的独一无二的资源优势 助力中国消费者升级和企业转型 为全面助力中国新贸易的布局 贡献我们一些微薄的力量 谢谢 那么在科技创新的领域 我们不仅是将全球最新的科技的产品引入中国 我们还帮助中国企业更好地连接全球最先进的科技 实现他们的产品升级和创新 以亚马逊智能的语音助理Alexa为例 很多中国企业已经推出了多款 介入了Alexa语音控制功能的智能设备 Alexa技术不仅是帮助了这些企业 掺摊全球的智能家居市场 也为他们带来了非常不错的销售业绩 以科瓦斯为例 去年的7月份 科瓦斯在美国及欧洲 推出了一款内置Alexa智能语音功能的扫地机器人 这款明星单品 对于拉动科瓦斯全线的产品销量及流量 贡献非常显着 产品上市后 页面的流量增加了60% 而它的单品的销售额也创新高 像这样的企业还有很多 通过亚马逊在科技创新领域的扶持 实现了产品升级换代 成为传旧既熟可热的世界品牌 在阅读领域 阅读是亚马逊的起家 所以我们的努力是离不开阅读的 亚马逊一直希望能利用我们的科技创新 推动阅读在中国的普及与推广 Kindle的电子书阅读器 拥有世界领先的电子墨水技术 也是全球公认的体验最佳的电子阅读设备 很高兴地看到了目前中国已经成为 亚马逊全球Kindle第一大设备销售的市场 亚马逊还鼎力地支持中国文化走出去 从2011年以来 亚马逊美国已经先后将包括 陈宗什 贾平沃 在内的多名知名作家的中国文学作品 纳入我们的出版计划 目前已经在美国翻译出版 并发行了20本中国的书籍 其中多部作品取得了亚马逊亚洲文学 排行榜的冠军的销售驾机 此外 我们也希望能通过创新的科技 扶贫来相逆乡层间的阅读鸿沟 在2015年 亚马逊与中国扶贫基金会 共同发起了输入计划的公益项目 我们为中国的偏远地区的农村中小学 搭建Kindle的电子书图书馆 我们希望通过这个项目 能帮助孩子们看到外边更大的世界 帮助他们成为一个来实现他们的梦想 所以这个项目已经覆盖了 八个省超过110所贫困地区的小学 小学 我知道这些才微不足道 我们的力量是单薄的 我们希望能有更多的爱心人士和企业 加入这个输入计划 帮助孩子们能开阔他们的眼界 拥抱一个更好的未来 习主席曾说过 人才是创新的第一资源 亚马逊从进入中国的第一天起 就不予以利地积极地支持中国的人才发展 亚马逊的五云服务已经在中国落地 北军和宁萨的两大可用区 我们与教育部签署人才培养的备忘录 与成都 上海及重庆等 先后建立了云计算联合创新中心和联合复华器 为中国的云产业培养专业人才 AWS还在中国推出创业公司国际化的项目 有数千家的中国公司通过AWS的云创计划提供的服务和培训 成功地迈上了全球的市场 AWS联合教育部预计未来将培训12万名大学生 在200多所大学培训并认证超过1000名教师 并支持200项高校和科研机构的基础研究项目 此外 亚马逊还继续地推动电商人才的培养 仅2017年 亚马逊的全球开店通过线上线下的培训 培训了卖家有超过10万人次 全球开店还在中国重磅推出了服务家的计划 着力于跨境电商的人才培养 加速中国企业在跨境出口电商化的转型 最后 创新是亚马逊的DNA 我们对中国市场充满了期待和信心 也始终秉承客户至上的理念 基于消费者的需求 持续创新 我们也希望能为我们的行业 为整个中国的发展贡献我们的一级资历 谢谢大家 谢谢大家